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各字符 密码可以是字母 数字和符号的任意组合 使用专用的密码 切勿将您的YouTube密码再用于其他网站 如果其他网站遭到黑客入侵 该密码就可能被用来登录您的YouTube账号 避免使用个人信息和常见字词 切勿使用个人信息如生日 常见字词如Password或常见模式如1234 防止密码被黑客破解 启用Chrome的密码防护警示 这样您在飞Google网站上输入自己的密码时 就会收到通知 例如 如果您在一个冒充Google的网站上输入了密码 就会收到通知 然后就可以更改自己的YouTube账号密码 管理密码 密码管理器可以帮助您创建和管理安全系数高的专用密码 请尝试使用Chrome的密码管理器或其他可信的密码管理器 提示要了解您的Google账号中保存的密码强度如何 是否可能已遭泄漏或重复用于多个账号 您可以使用密码安全检查功能 切勿透露您的登录信息 绝对不要将您的密码提供给他人 YouTube绝不会在电子邮件 消息或电话中向您索要密码 YouTube绝不会发送表单来要求您提供个人信息 如身份证号码 财务数据或密码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访问安全检查页面 获得个性化的账号安全建议 并按以下提示提高账号的安全性 添加或更新账号恢复选项 添加的辅助电话号码和辅助邮箱具有以下用途 防范他人在未经您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您的账号 在您的账号出现可疑活动时收到提醒 在您无法访问账号时用来恢复账号 了解如何添加或更改辅助电话号码或辅助邮箱 开启两部验证 两部验证有助于防止黑客入侵您的账号 即使他们窃取了您的密码 您也不必担心 您可以选择以下选项 安全密钥 最安全的验证步骤 Google提示 比短信验证码更安全 Google身份验证器应用 无需连接互联网或移动数据网络就能接收验证码 安全密钥是一种安全系数更高的验证选项 因为它能够帮助 提防使用短信代码的网上诱骗手段 为您的账号开启两部验证 从您的账号中移除可疑人员 如果您不认识管理您的账号的某些用户 可能是您的账号被黑客入侵了 并且有人正在验证您账号的所有权 企图实施偷窃行为 您可以更改权限或移除相关人员 具体取决于您的账号类型 更改或移除对YouTube账号的访问权限 更改或移除对品牌账号的访问权限 移除不需要的网站和应用 为保护您的YouTube账号的安全 请勿安装未知应用或来源不明的应用 在关联账号页面上 管理和移除所有不需要的应用 更新您的软件并备份账号 如果您的浏览器操作系统或应用版本太久 该软件可能会遭到黑客攻击 请及时更新您的软件并定期备份您的账号 防范可疑消息和内容 网上诱骗是指黑客伪装成值得信任的人来窃取个人信息 如财务数据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障号或信用卡号 黑客可能会利用电子邮件短信和网页等来冒充某个机构 家庭成员或同事 YouTube绝不会要求您提供密码 电子邮件地址或其他账号信息 如果有人冒充YouTube的员工与您联系 请勿上当 防范可疑请求 切勿回复要求您提供个人信息或财务信息的可疑电子邮件 短信 即时消息 网页或电话 不要点击来自不可信的网站或发件人的电子邮件 消息 网页或弹出是窗口中的链接 YouTube电子邮件的地址 只会以RTYouTube.com或RTGoogle.com结尾 可以网上诱骗电子邮件示例 防范可疑网页 Google Chrome和Google搜索能够针对可疑内容和垃圾软件 向您发出警告 了解如何在Chrome和Google搜索中管理这些警告 举报垃圾内容或网上诱骗 为了保护您免遭网上诱骗 千万不要在meaccounts.google.com之外的网页上输入您的密码 如果您在YouTube上发现可能是垃圾内容或网上诱骗的视频 请举报YouTube团队会进行审核 要详细了解垃圾内容和网上诱骗 请访问美国国家网络安全联盟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Alliance的网站 提示完成我们的网上诱骗知识测验 详细了解网上诱骗 设置和检查对您的频道的访问权限 如果您是创作者 可以邀请他人管理您的YouTube频道 而不像其授予对您的Google账号的访问权限 邀请他人以以下身份访问您的频道 管理员可以添加或移除其他人并修改频道详情 编辑者可以修改所有频道详情 查看者可以查看 但不能修改所有频道详情 查看者受限 可以查看 但不能修改除收入信息之外的所有频道详情 了解如何设置和检查对您的频道的访问权限 注意 如果您拥有品牌账号 可以邀请他人管理您的Google账号和YouTube频道 了解您是否拥有品牌账号 以及如何管理品牌账号访问权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